邱淑珍 邱淑珍参加87港姐选美邱淑珍87年参加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本来有机会夺冠,但是中途被另一位选手黄英揭发 说她整容,压力之下邱淑珍只好退赛 邱淑珍的脸是时时整过,不过,只是因为小时候下巴摔过,做了修复手术 王晶那时候忙于拍戏,但在片场只要有空都会拿个小电视观看港姐大赛的转播 她刚入行的时候,就给港姐大赛写过主持稿 所以对这个比赛有感情,另外也看看,有没什么好苗子可以挖掘 从日赛开始,她就发现,这些选手中,日后可以成为电影明星的只有一位 那就是邱淑珍 几十年后,我们回头再看,王晶眼光确实厉害 那一阵港姐冠军杨宝宁,亚军李美鳳,继军李尹贤,最后都无声无息了 邱淑珍决赛前退出,王晶不敢放昔 不过,邱淑珍,不过,邱淑珍虽然退赛,但由于此质确实很好,TVB还是牵下了她 邱淑珍刚到TVB的时候也就吃跑跑龙套 之后,邱淑珍公司找王晶开撞写先生,王晶找来了当时很红的钟振涛,郑玉林来当男女主角,但第二女主意是定不下来 这时候,她突然想起了邱淑珍,因为才知道她签了TVB,而TVB跟邱淑珍是一家人,于是就把邱淑珍请了过来 第一次见面邱淑珍是挽着脚来的,因为她在TVB台青节目排练是扭伤了 看她腿伤的样子,王晶当时有点犹豫,更让她不晃的是 那天邱淑珍男朋友开着一辆发拉绿送她过来,搞得很有贪念的样子 王晶性格里有要强的一面,邱淑珍是她很早之前就看中的 现在这种情况,她的斗志把男儿被激发出来了 于是,还是定了她一眼第二女主 壮邪先生剧照拍完这部戏后 王晶发现邱淑珍在当时一堆走与女路线的女孩当中,有点另类 她对自己的美很自信,但居然经常喜欢想一些搞笑的学头,并不担心形象受损 这让她十分欣赏 所以在筹备下一部喜剧片《最佳所有》的时候,就跟公司建议让邱淑珍当主角,搭档当红小生刘德华 没想到这个片子很红的是配角吴君如 她的恶导风格大受欢迎 之后,逐步确立了香港喜剧第一女星的地位 而邱淑珍的主要收获,是因为饰演曲抖抖,而得到了一个抖抖的外号 邱淑珍在外号豆豆,正是因为演了这部电影里的曲豆豆 接着王靖又搞了一部《求爱敢死对》 这部戏阵容更为强大 由张曼玉主演,还有曾志伟,林俊贤,周海妹 以及梁朝伟前女友曾华欣等人 邱淑珍和吴君如,因为前一部戏卖得不错,也参与了这部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